视频是网友拍摄的 丽星沙大桥桥面断裂的场景 2月22日5时30分左右 一艘集中相传 空载从佛山南海开往广州南沙途中 航经红旗利水稻时 触碰丽星沙大桥桥墩 至丽星沙大桥桥面断裂 丽星沙大桥 红旗利第二大桥 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万寝沙镇 跨越红旗利水道 航道等级为三级 是连接南沙经济开发区 与三明岛的主要通道 桥梁全长787米 桥宽9.8米 桥面设双向两车道 无人行道 丽星沙大桥1992年建成 原设计和载等级为公路二级 七二十级 挂一百 建成后通行车辆较多 该桥于2009年经维修加固 将桥梁赫载等级提高至乘A级核载 该桥虽已进行维修加固 但防撞能力仍然有限 同时根据广东省航道发展规划 2020-2035年 将该桥跨越的红旗利水道航道等级 由三级提升至一级 增加了桥墩受船舶撞击的风险 据广州海市微信公众号消息 广州市海上搜救中心通报 截至2月22日上午10点时 经初步调查 涉事故车辆四辆 电动摩托车一辆 其中两辆车落水 其他三辆落至船上 截至目前 两人获救 两人死亡 一名船员受轻微伤 三人失联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开展 据悉 桥上落水车辆为一辆公交车 根据广州巴士集团公告 南沙巴士一车队驾驶员梁金华 驾驶越A08386D 自编号N17049 车 执行由南沙九路短线珠江街 珠江二路 站开网团结为总站的营运任务 5时31分 行驶至南沙区立新沙大桥时 大桥受桥下 船只撞击桥面断裂 我车随后掉落 公交车上 只有驾驶员一人 驾驶员无法联系 现场目前违避 安管人员无法进入